国际知名的时尚杂志 在最新一集选出了 世界二十大市集 基隆的庙口夜市是台湾 唯一入选 跟泰国水上市场 还有东京逐地雨市并列 成为台湾之光 一颗颗天妇罗被炸得金黄焦脆 光开画面就让人口水直流 新鲜的蚵仔放入铁板煎炒 加上勾芡和绿色蔬菜 最后再打上一颗鸡蛋 好吃营养的蚵仔煎装盘上桌 这样的美食佳肴 您都可以在基隆庙口夜市找得到 由于庙口夜市好吃又便宜 国际知名杂志Tetler 将庙口夜市评选为世界二十大市集 也是台湾唯一入选的夜市 当然是有一个宣传的效果这样 我觉得很棒 很荣幸 很好 就是全世界都有知道庙口的话 我们很开心 也感到很荣幸 国际时尚杂志Tetler 最新一集选出世界二十大市集 基隆庙口夜市和泰国水上市 以及东京竹地渔市并列入选 成为另类台湾之光 Tetler杂志认为基隆庙口充满活力 失误选择也相当多元 有超过两百家以上摊贩 加上营业时间相当长到半夜也有开 非常适合喝几杯之后来到这里 疫情影响开市之后最好的消息了 也让部分市场摊商甚至就会面临 无菜可卖的窘境 以希罗批发市场来看 跟8月初相比 小白菜的涨幅已经来到350.9% 就连瓜果类的苦瓜涨幅也有162.2% 小黄瓜的涨幅更飙上了209.4% 非常吓人 有菜兰族甚至反映在传统市场 现在一把青菜的价钱 已经可以买一个便当了 菜价真的贵到买不下手 来104 高丽菜一颗破百元贵是贵 但菜兰族想吃青菜 真的没几样可以选 因为市场摊位上真的快没叶菜类 就算有卖相也不好 而且便宜时三把只要50元 现在一把40两把70也是贵翻天 就连以前6条30元的小黄瓜 现在要68块也硬是贵了两倍多 三条茄子 大白菜 220 前这样子买下来大概只要多少 大概不到100 每样菜都贵了低谱 平常菜以前一斤2025 现在670 菜家长翻以稀罗批发市场来看 现在已经从8月初每公斤65.2元 飙涨到98.4块钱 空心菜也从每公斤47.6块 涨到79.6元 小白菜更夸张 涨幅飙上350.9% 而瓜果类的苦瓜和小黄瓜 涨幅已来到162.2%和209.4 近三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青菜类的话都要67 这一段时间的话 如果真的要回文的话 我们预估可能要中元节以后 往后推两个礼拜 民众买菜真的贵得超有感 传统市场更是一把青菜 可以买一个便当 豪宇重创中南部产地 摊商做块无菜可卖 菜价飙上天花瓣 现在民众更是想买 买不下手 解释去全国头道 宠物鳄鱼趁着家门 没有关好上演逃家计 15号傍晚 新竹竹北一名鳄鱼的 寺主金爵 他的宠物鳄鱼不见了 才发现先前朋友来访的时候 疑似没有把门关好 让宠物鳄鱼流出家门 四处游荡 还大摇大摆地过马路 目前寺主正在积极地寻找 也强调平常喂食鱼类 所以鳄鱼不会无故地伤人 民众不用太紧张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傍晚时分宠物鳄鱼想来个饭后散散步 慵懒地走出住家 然后躲到对面车子底下 但鳄鱼似乎体力不太行 才走没几步就要找地方乘凉休息 有人经过看到 有人 少是单独外出散步 还被同样在散步的民众惊险直击 难道陶家记又宣告失败吗 他们自己个人有发现他 然后看手电红罩 突然目睹鳄鱼出现 民众吓到停下脚步 不过最后还是转身离去 陶家鳄鱼继续安心逛大街 反观四主确实相当心急 不小心的就跑出去 我也不是故意要让他出去 因为我也是很宝贝 我每个宠物孩子 原来15号竹北这名四主 家里有朋友来访 一次没将门关好 才让鳄鱼有机可乘 溜出家门 目前各方正在积极协巡 四主也强调鳄鱼不会无故攻击人 我们现在是用水路的方式 看他排水沟有切 拿起条水路的部分 他的积析梯的部分 我们这边也邀请说 我们那个动保的志工 还有新竹县防疫所 这边也都有参与来帮忙 刚好我跟我老公出门 就看到他们在找 我们就一起帮忙 然后我们就到 因为我们有看到 他好像从草丛进去 我老公就用手机的灯 然后就帮忙找 身长130公分的鳄鱼 上演陶家记 热心民众也加入协巡行列 只是用尽速帮鳄鱼 找到回家的路 让意外平安落幕 接触这件事主报道 明明是打到电影馆 怎么会变成殡仪馆呢 有民众打电话到高雄市电影馆 接通之后的语音问候 乍听之下 就像是在说殡仪馆零号 碰上农历七月 让民众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而这个语音 到底是不是真的听起来 很像殡仪馆 民众的看法不同 但既然出现了疑虑 电影馆也已经将电话语音 紧急重录更换 电话语音问候 报上来的名号 听起来像什么 不同人听出不同答案 其实这是高雄市电影馆的电话录音 只是碰上农历七月 什么馆都好 但变殡仪馆 民众心里好别扭 我问十个人 十五个人 二十个人 通通都听成殡仪馆 因为现在是七月 大家听到这个 都有点毛骨悚然的 打到馆内语音 结果不止一个人反应 以为是错 打到殡仪馆 官方说这段录音 已经播放两年以上 出现音调差异 听出不同意思 紧急更换新版本 其实有一年的电影节 从台北来的影人 坐我们的计程车 然后他就跟他说 我要去电影馆 就那个计程车司机 把他带到殡仪馆 这个是环境的因素吧 大家会觉得这个月份 怎么好像跟殡仪馆比较像 把速度放慢就好 疑似环境干扰或因素太快 新版本讲话速度放慢 高雄市电影馆及影视发展 及拍片支援中心您好 电影馆三个字清清楚楚 拒绝不必要的误会 记者萧志远 高雄报道